封单第一个限定五星角色给的是火属性的灵泥 不知道你抽了没有呢 米哈游官方给我们火属性不是让我们来打这个玩意的吧 这可是目前见过大地图上最猛的一只怪龙 不仅叔叔猛而且身板特别硬 好几百万的血怎么打都不掉 也就是拿火神来估计也得搓半天吧 灵泥作为一个火属性的角色 其实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无论是前期的开图 还是说打一些小boss粥本boss都非常的有利 而且他是不依赖于元素爆发来进行输出的角色 所以不受限于能量 他的主要输出方式是普攻的二段蓄力会产生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的话 如果你等四秒爆炸的话 其实等的时间太长了 他不像甘雨的两段蓄力可以很快的打出伤害 这个延迟伤害实在扛不住 但是米还有设计了 可以通过元素爆发或者是元素战技来进行联动 这样可以尽快的把帽子的伤害重复的打出来 三 这个蓄力仍然是作为主要的一个攻击方式 因为毕竟包括能量以及元素战技的CD都有极大的限制 我们可以将进行蓄力之后然后再来开这个大招 大招的话也会同样的引爆这一个帽子 然后在场上有帽子的时候 在进行元素战技同样也会引爆这个帽子造成範围伤害 这样的话可以最大化的灵泥输出方式 灵泥整体来看在没有能量元素战技进入CD的状况下 一直用这种二段蓄力来打其实也很吊GPS的 特别是你蓄力可以不断的刷新这个帽子 然后让他打的伤害其实非常可观的 无论是在打这个单体的boss 还是在打稍微多一些小怪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个元素战技元素爆发的联动 对帽子进行一个引爆从而达到一个火元素的范围伤害 这灵泥的一个优势能对单能对群 但对群的能力是相对于其他很多对群角色来说 是要差上不少的 我们来看他的一个技能 刚才的普攻已经介绍过了靠二段蓄力来打的这样一个伤害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同时还会能得到天赋的一些加成 而且队伍里其实最好有一个火元素角色 比如说这一次卡池里的班尼特 对于作为灵泥的搭档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元素爆发 它其实是要在元素战技之前进行使用的 因为元素爆发也能获得这个隐聚余数这个状态 这个每一层的隐聚余数的话 会增加这个74.5%攻击力的技能伤害 当然这个我现在是六节技能 再往上加的话 这个伤害加成会更高 这样就会增加这个战技爆发的时候 产生的这个李树花旦的这个伤害值 而且灵泥的这个元素战技 它引发的这个帽子进行的李树花旦的这样一个爆炸 并不像我们利用普攻二段蓄力来刷新帽子的时候 打的一个单体的一个伤害 它是一个范围伤害 对相对来说对群又多了一个手段 我们来这个兵数标准的测试火属性角色的一个场地 其实不用这个班尼特的破盾也是比较好打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也能够破盾 不过站在这个班尼特的圈子里的话 相对来说 你看每一下帽子打出来的伤害还是两件蓄力就可以解决了 相比于之前在进行其他的火系角色测试的时候 我的印象中只有胡桃能够和他差不多 胡桃搓几下重击和灵泥打出来伤害差不多 况且目前灵泥它的一个天赋 我这边只有866这样一个升级 单纯的这个伤害我觉得是非常足的 所以对于犹豫这个灵泥它的伤害够不够的玩家来说 是基本上不用担心的 不闹充就行了 结合灵泥的这个输出特性 其实它和消攻一样比较适合打一些对空的雷草 或者是随属性 比如说纯水精灵啊 比如说这个雷银权限 这些都是灵泥非常适合的一个发挥的一个场景 包括这个雷银权限这种高移动的一个boss的话 距离射击其实相比于消攻的一个单纯的普攻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比较方便调整这个射击的一个伤害 比如说boss进行高速移动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蓄力来达到一个等待它的一个落地位置 从而尽量避免打空伤害 但是对于一个持续性伤害来说其灵泥是略有不足的 它的伤害连续性是比较差的 而且如果你射空了 像我刚才这样射空了之后 它的帽子落的地方会比较尴尬 但最后这一个火也是炸不到地方的 它的范围非常的窄 所以注意这个礼貌的落的位置也是用游泥的一个关键的一点 不过对于这种大世界非常利好的角色来说 它的一个包括爆炸输出和持续输出的能力 当然会有所下降 有一个取舍 我们不能像雷神一样PE刀和优拉一样爆一下的伤害 一直在打 就直接算崩坏了 而且淋漓的配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 像卡什利你如果捞出一个班尼特 你想用可以把它配上淋漓 如果你是没有班尼特的话 想凑双火 其实像淋漓或者是HY的心炎之类的也是可以打的 现在钟离毕竟没有复刻 对于萌兴玩家来说 如钟离搭配这个淋漓不太现实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 我们看这个大招的引爆 原是第一个技能伤害 然后最后记得要靠近他还有一个伤害 这个爆炸伤害是比较高的 你可以看这个技能 这个地方最后那一下引爆的是能 数值能有500多的一个伤害 技能是200多 如果升满之后这两个加起来就比较的可观了 目前六级的话伤害已经非常满意了 灵泥主要是堆的它的攻击力和一个双爆的面板 我觉得攻击力挺重要的 因为本身它的技能的一个伤害加成 它会吃攻击力的一个百分比 同时它自身突破 自带一个暴击率属性是比较利于面板的一个搭配的 让我们可以腾出很多圣移物的副词条 来给这个爆伤和攻击力 要把这两个堆上去的话 整体伤害就不会低了 而且暴击率保持在75 80以上的话 能够让这个只能打少数几段伤害的灵泥 尽量的把它伤害最大值 我暴击率太低其实对灵泥是不划算的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高频输出的一个角色 它并不像这个夜蓝或者像其他角色一样打出很多段的伤害 它在有限的输出时间里 主要靠几段爆炸性的伤害把伤害的总的纸堆上去 所以一定要能够暴击是一个关键点 另外圣移物的搭配 我这边选择的是两个攻击两件套 因为新的圣移物这个主引实在是刷不到 目前的话比较难刷 等后边看 这个 两个攻击套的话 其实比较容易凑出比较好的属性来 但是吧 你如果是一个老玩家来说 你抽了淋漓可能就和我现在一样 是非常多 但是你要想给它找一个顶级配对吧 明显会被 雷九万班这些给 抵下去 同时像老玩家很多都有两套三套 甚至四套这样的成熟的体系 淋漓可能就只能拿来大世界玩耍了 后边再看接着出的一些其他的角色 看和淋漓有没有一些互动 但是整体来看 我不是很看好这个淋漓能跟后续的一些水系的角色 能够进行一个很强的一个联动 因为毕竟淋漓它目前自己的伤害值 它并没有和这个生命值啊这些进行挂钩 所以它的这个伤害也不会进行一个质的一个变化 而且它的一个输出方式也是一个打一个不靠能量 主要不靠能量的一个输出方式 对于后续来说增加它的伤害 班尼特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够了 淋漓队伍的上限 对于零命的淋漓来说还是不会特别的高 但是绝对是够用的 基本上能够在我觉得 就我目前我永远的这些角色来说 它能够有一个1.5吧 T1.5的一个水平 当然比起我的像雷神或者是群攻时候的尼路 还有单铁夜兰来说还是要差上一些的 包括炎队它也没法比得上我的一斗配的四炎队 但灵尼相对来说就比较的自由了 你可以打一些四属性或者是别的属性 对了灵尼虽然是风担的角色 但是对于新玩家来说不用担心 只要你做完蒙德的魔神任务之后 你就会打开地图上的这一个最靠近封单的这样一个传送点 这个传送点自动会为你打开 你就可以传过去了 这样不会踩不到灵尼突破用的这个材料 同时灵尼有一个卡住可能很多新玩家的点 也是我后来回归之后我发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突破的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是需要打一个阿佩普的 阿佩普是需要做完 跑神的传说任务第二章 所以你需要去开虚密的地图 要不然你的灵尼就只能最多天赋升666就升满了 不过对于前期需要把整个队伍拉起来的新玩家来说 这个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就是需要注意 要在地图的这个锚点打开时候 第一时间来到封单把它的材料要摘的摘齐 当然这个地图上的材料比较的少 可以去一些别的小伙伴的家里踩 具体你可以点开这个地方 我就是这样每一个都申请一遍 有的玩家比较愿意多人游戏的话 他会同意你进去的 当然要注意要礼貌一点就好了 当然不得不说最后一个关于淋漓的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是他需要一个可靠的护盾就和干雨一样 必须要有一个护盾让他有充足的蓄力的时间 要不然这个基本的蓄力伤害就打不出来了 我这蓄力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遇到比较多的环境的话还会被打断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封单的限定五星角色淋漓的一个基本的 看法我觉得新玩家无脑冲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老玩家看情况吧 因为毕竟后边还有水龙王还有水神这些角色 喜欢我视频的话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 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